是9年前从拉斯基毕业的 今天能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点工作 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在今天上午丁院士已经讲 我们系统性地分析过 去年盛夏季节长江流域高温热浪的一些成因 我们注意到 其实在去年盛夏季节 长江流域高温热浪发生的同时 在过于同一纬度的南亚西部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朗 以及沙特这些沙漠里边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一次暴雨洪烙灾害 这个暴雨持续了两三个月之久 我们如果仔细看 这两个区域他们所在的位置的话 就发现他们都位于 北纬30度左右的负热地区 并且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东侧 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西侧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 去年这两个事件 他们同时发生在高原的东西两侧 那他们俩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动力上的联系 如果有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 什么样的大气环流通过什么样的机制 共同造成的这两个事件的发生 这是今天希望跟大家探讨的问题 那我们采用的也是基本的观测 和在分析资料 主要关注是盛夏季节 就是7到8月 那我们首先 给一下这两个区域的时间训练 这幅图给的是 过去44年当中 长江的雨 区域平均的7到8月份的 剩下的气温的时间训练 我们看到它显然有一个升温趋势 那如果扣除了升温趋势的话 就是这个紫色的数的话 就是扣除了升温趋势的anomaly来看的话 即使扣除了升温趋势 去年夏季仍然是过去44年当中最热的一年 那么通过简单的这种现役分解呢 全球变暖和年纪变率 对去年这个长江的雨高温的贡献 分别占到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来自内部变率 那么除了去年 除了去年以外 其他几个长江的雨极端高温的年份 我们看分别是哪几年 其实也很清楚 分别是94年 06年和2013年 都是大家耳术能详的长江高温年 那这幅图呢 给出了这个南亚西部 主要是巴基斯坦那一块 区域平均的降水的时间序列 也是北约30度附近 有高原的西侧 我们看到去年的降水 确实是过去四十多年当中 最多的一年 虽然它也存在一个 降水的长期增长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并不显著 那位于降水第二多的年份呢 就是1994年 刚好也是长江的雨的 一个极端高温年 那么如果我们把去掉趋势的 这个南亚西部的降水序列 跟去掉趋势的 长江的雨的气温的序列 做一个简单的线性相关的话 发现它们的相关是0.54 还是显著的 这就是说长江的雨越热的年份 南亚西部巴基斯坦那些地方的降水 也就越多 那好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个事件 我们从大气环流角度来看 一般来说 这个极端多雨或者洪涝 它都是与大气当中的 异常强烈的抬升运动 所直接引起的 而高温热浪呢 则是直接由于大气的 异常强烈的下沉运动 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上面这两幅图就分别给了一下去年的 以及气候平均态的垂直速度的空间分布 我们先看气候态 气候态的垂直速度的分布呢 我们可以看到南亚西部以及西亚这里夏季 就是强烈的下沉运动 这跟这里的干热的沙漠气候是非常吻合的 这里的夏季的气温突破40度突破50度 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 而在高原东侧的高原以及高原东侧这些地区 夏季气候平均而言是抬升运动 下沉运动和抬升运动分界线 大约位于东京八十度附近 再来看去年的情况 去年异常垂直速度表现为 东京八十度以东的高原以及长江的域 它都是异常下沉运动 而东京八十度以西的这些南亚西部和西亚的沙漠里面 都是异常抬升运动 也是以东京八十度为分界线 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我们从垂直泡面也可以看到 东边的异常下沉和西边的异常抬升 都是贯穿整个对流层 并且以东京八十度为分界线 那东京八十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精度 它为什么神奇呢 其实就是我们青藏高原 它的暖心刚好位于东京八十度 那么为了理解 为什么去年高原东侧出这么异常下沉 而高原西侧出这么异常上升 我们有必要先来理解一下 为什么气游平均态高原东侧上升 西侧下沉 其实这些问题呢 已经前人的研究 包括吴院士 包括Hoskins他们的工作 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 因为我们 因为这个高原在夏季 它是一个暖中型 暖心康好位于这个东京八十度附近 而在绝热的情况下 大气的运动必须沿着等上面的运动 既然高原是一个暖中型 那么高原上的等上面就是向下凹陷的 这个凹陷的最低点就在东京八十度附近 而夏季气候平均态而言 这个高原是处在西风带的控制之下的 西风过青藏高原的时候 就在高原的西侧沿着倾斜的等上面 倾斜的下沉 造就了高原西侧下季极端干热的气候状态 同时西风过高原以后 在高原东侧沿着倾斜的等上面抬升 就造就了高原东侧的天府之国 和云米之乡的这种湿润温和的气候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大胆的猜想 假如高原上空吹的不是西风 而是东风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可以猜想高原东侧和西侧的气候状态 是不是会打个颠倒 为了验证这个大胆的猜想 我们这幅图就给出了去年盛夏季节 高原上空的尾向峰的巨屏 垂直抛面沿着北纽30度 我们看到高原及其东西两侧 整个对流层都是被异常东风所控制的 为了看东风有多强 我们就取了高原上空的这样一个区域平均的 上对流层的U峰给它乘以负一 构建了一个东风指数 显然它就是东风西峰乘以负一 如果这个指数为正的话说明高原上空吹西峰 正的话吹东风 负的话吹西峰 下面这幅图就给出了过去44年当中 东风指数及其巨屏的时间训练 我们可以看到 先看原始的量 不看巨屏 就看紫色柱 就是气候平均态而言 绝大多数年份高原上空的东风指数都是负的 表明高原上空气候平均态和多数年份都是吹西峰的 但是有四年是不同的 这四年分别是1994年 06年 2013年和去年 这四年高原上空的总风向不是巨屏 这总的风向不是西峰而是东风 那这四年刚才我们看到 它无一例外都是长江流域的极端高温年份 就是最热的四个年份 刚好一一对应 如果去掉了气候态以后 我们看到去年的西峰巨屏 其实是过去四十多年当中最强 东风巨屏的过去四十多年当中最强的一年 为了看高原上空的异常伟向峰 跟周围的气候状态 气候年纪变率有什么关系 我们用高原上空的东风指数巨屏的时间训练 来回归了一下高原周边地区的地表气温 降水以及垂直速度的空间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东风指数为正的时候 也说高原上空盛行异常东风的时候 那么长江流域降水 长江流域的气温以及气温是偏高 降水是偏少 同时盛行的是整层的下沉运动 下沉运动位于东京八十度以东 与此同时高原上空东风异常偏强的时候 南亚西部以及西亚的这些地区 它是气温异常偏低 降水偏多 同时盛行整层的抬升运动 跟去年的情况非常的类似 为了进一步定量来看 我们就给出了 长江流域区域平均的气温 跟高原上空的东风指数聚评 年与年之间关系的散点图 这不同点分别代表过去44年 可以看到 它们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6 这是我做科研这么多年 自己的结果当中 遇到的最高的相关系数 可以说 可以说如果我们来考虑长江的雨 夏季气温的年纪变率 是有什么大气环流因素导致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管西太复高 什么的那些环流因子 只用考虑高原上空的东西风 就是异常东风或者异常西风就够了 同时我们也看了一下 南亚西部区域平均降水 跟高原上空东风指数聚评的 年纪尺度关系的三点 我们看到它们相关是0.56 略微低一点 但是也是显著的 这说明高原上空吹异常东风时候 巴基斯坦那块降水就是异常偏多的 但是影响降水的物理过程其实更加复杂 它比气温的过程更复杂 涉及中小尺度地形跟环流相互作用 以及热带气旋等这种中尺度的 这种噪声的影响 其实在去年的7月份 有一个热带气旋登陆了巴基斯坦 并且长期在那里滞留 制造了大量降水 对去年南亚西部那里的正异常降水 也是有重要贡献 当然对气候研究而讲 这属于天气指路的噪声 那好 为什么去年盛夏季节 高原上空的异常东风如此地强烈 乃至它使得气候态的风向 就从西风逆转成了东风的呢 我们分别地看了一下 去年的海温的巨评 以及高原上空的东风指数巨评 回归的过去43年当中 回归的热带海温的巨评 我们看到二者是非常类似的 也就是说高原上空吹异常东风的时候 印度洋的海温是偏低的 同时吃到中东太平洋 它也是一个海温异常偏低的状态 其实不同地区的海温 海表面温度它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很多研究都指出 夏季印度洋的冷海温异常 它很可能是前东的拉尼纳信号 所造成的这种滞后效应 那么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呢 我们取了印度洋区域平均的海温 作为一个指数 并且去量的趋势 我们看到去年印度洋的海温确实是一个 显著的非常强烈的副具品 海温异常偏低 我们从全球所有的海洋隔点当中 线性地去除了印度洋海温的影响之后 再跟高原上空的东风指数 来做时间相关的话 可以发现 所有地方的相关都不显著了 这说明去掉了印度洋海温影响之后 所有地方的海温 跟高原上空的伪向风的关系 都不显著了 就是说我们考虑海温对高原上空异常伪向风的影响的话 其实只用考虑印度洋的海温具品 就够了 其他区域就可以暂时不用考虑 问题就得到简化 印度洋的海温异常 又是怎么样影响高原上空的异常伪向风的呢 我们用印度洋的区域平均的海温异常 回归了一下热带的对流层温度 以及上对流层的伪向风 我们看到 当印度洋的海温异常偏高的时候 整个热带的对流层温度是偏高的 它加强了 这个南北的 复热带地区 这个南北的 南热北冷的温度梯度 使得高原上空的这个 伪向风 西风偏强 这是类似于98年或者2016年的情况 而去年的情况就恰好相反 印度洋海温偏低 热带对流层温度也偏低 复热带地区的这个 南热北冷的温度梯度偏小 所以高原上空 西风是偏弱 出现异常东风 我们又构建了一个简单的 这种线性的模型 来估算了一下 去年的这个印度洋的海温 对高原上空异常东风 到底有多大的定量的贡献 结果显示 去年高原上空的异常东风的 3.7米每秒的异常东风 有大约三分之一 是来自于印度洋海温的贡献 而剩下的三分之二 是来自大气内部变率 那是什么样的大气内部变率 造成了高原上空 异常东风有三分之二贡献呢 我们画了一下去年 下级大气环流巨屏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到 有一个从欧洲 沿着这样一个大原路径 向东亚地区传播 这样一个中纬的剥裂 这个剥裂刚好对应着 东亚北方地区的 一个异常反气旋 反气旋的南侧是异常东风 它对高原上空的异常东风 有重要的贡献 最后总结一下 其实简单来讲 去年盛夏季节 亚洲的这两个极端气候事件 它们的成因都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高原上空的西风 逆转成了东风 所以高原东西两侧的气候 就暂时性地打了一个颠倒 原本位于高原东侧的 湿润的气候 暂时性地来到了高原西侧 而原本位于高原西侧的 沙漠气候 在去年夏季 就暂时性地来到了长江流域 那等山滑动机制 就是空气块沿着等山面 这样一个运动 产生垂直速度的机制 是高原上空的异常伪向风 影响高原东西两侧 垂直运动的重要机制 最后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好